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 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看过昨天的我们小朋友们的夏令营的分享 我看到很多人都真的是一起分享了他们的欢喜 那么今天继续讲梁黄宝灿在眷衣的一部分的名项 专用名词 明天其实有好几个问题要回答 我看到在我们的留言栏里头几位提问 有的还前几天的我一并把它整理 还是留在星期三回答 那今天我们继续看说我们在进入灿法 然后祈求三宝的护佑 就是加持我们可以说这个四无量星六波罗蜜藏的现前 这是四无量星前几集有讲过了 那我现在提这样子并不是说我就要像佛学课程 讲的那么详细 但至少几个名项稍微明白他是在说哪一方面 那各位在参加法会读诵的时候如果看到了 即便你因为每一个人情况不同有的人已经是非常鲜熟了 那有的人是第一次嘛 所以难免如果太多都是专有名词 你可能会像读着读着有一些压力了 或者是困惑 那所以稍微听一下 比如说是无量星 我们讲持悲喜舍 这是前几集讲过的 就是无量的一直发起一份 我要利益别人帮助别人的 这样子的一份发心 那六波罗蜜呢 六波罗蜜呢 其实是我们学习菩萨道 就是说我学佛不是只有为自己 我也要学习为别人 甚至于讲如果你真的懂得心中有别人 为别人 不忍心别人 当你这样开始的时候呢 已经是真正在学习佛法 在实践佛法的这种利他的行为 利他是菩萨道的开始 也是行菩萨道的 可以讲就是这个第一堂功课 那六度波罗蜜 六度哪六度呢 布施 持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到菩萨 就是圆满的智慧 那这些呢 是利人利己 就是为了要完成整个的 佛法的修学 学习 一直到觉悟 这个解脱证物 到达圆满这个修行 之前我们都不断不断要做这一堂功课 六度波罗蜜 以这个六度 然后他的实践 然后帮助我们完成佛道的修行 这讲到六波罗蜜 另外谈到事无碍智 四种 真的 你在可以讲 你对于佛法的学习 在对佛法的这种学习理解 还有对意理的理解 还有对于语言表达的这种使用 包含你为别人 分享给别人 都没有障碍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事无碍智 或者事无碍辩 或者事无碍解 都可以 那各位想想看 如果 比如说 我们在 我们个人要学习佛法 如果你对这个法的这种理解 还有意理的这个理解 这些都有困难的话 你说怎么样去得到佛法的受用呢 那然后当然自己学习 或讲给别人听 语言的使用也是很重要 那所以这个事无碍智 事无碍辩 这里讲的这个事无碍智 就是从法无碍 持无碍 就是法无碍 意无碍 然后持无碍 持就语言的运用表达 然后到勒说无碍 这四个方面 也都是我们在行菩萨道的路上 自己的学习也好 我们去帮助别人学习也好 是需要的 那么所以这一方面 也祈求 就好像我们在读诵颤文 如果这个意理 这个语言的意思 我们可以容易 更加明白多一点 那你的这个理解 颤文的意理就会深入一些 自己要能够去做到 也会更加能够实践得到 所以这个讲是无碍智 就是这个刚刚讲 法无碍 义无碍 持无碍 还有勒索无碍 你像有的人他懂很多 但他不爱说 或者是说他也很想说 很想分享 但是他这个语言的表达 就没有那么可以发挥 也是很受障碍 所以还真是行菩萨道 这个都要具足 那另外呢 说六神通力都能够如意之在 这个讲到六神通 当然是六方面 我们讲天眼通 天耳通 神足通 他心通 我现在都围着自己身上这样讲 各位比较容易记忆 眼睛耳朵脚还有心 天眼 天耳 天眼不是说我可以看很远 我可以看很细 他其实是看到连众生的 这个生死轮回的 这个过程都看得到 那么天耳通 当然是听 那然后神足通 我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把它讲完好了 六神通 从天耳通 天眼通 天耳通 神足通 他心通 到这个宿命通 漏境通 那有的人 是专门要去学这个神通 其实不建议 也不需要这样子 我觉得以现代人来说 因为科技的昌明 其实多少 我们通了很多 叫什么通 比如说 我们打开这个internet 这个手机 电脑 我可以看到这一国家 那一个地区 哪里 我都可以看到他们发生什么事 包含听到他们的一些消息 电话拿起来 现在WeChat 那什么的 就是真的比以前 要比较起来 如果以前的人知道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样 都不用开车 这个只要在 要预约什么 要沟通 或者办什么事情 也不用出门 像在疫情期间 我们居家隔离 但是好像有一些工作 也一样可以处理 所以不出门 能够完成事情 好像神足通一样 这个也不用跑到现场去 你都可以看到 也是天眼通 像这一些事情 电话一拿 天耳通 都可以讲到话了 可以传递讯息了 以前的人要讲 就是我们现在人都有神通了 当然我知道这个要能够更得心应手 就是说我想看的 我想听的这些 但这些其实是由 持戒修订 到达修订 有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这种贯通的能力是自然 自然就 他就 自己好像 好像会事先知道一点什么消息 或者是说 人家在讲那件事情 他心中已经浮现有一些 好像影像一样在心中 像这些 但这些 跟我们了脱身时有什么关系呢 各位想想 其实 有神通也不能够改变业力 但是他自然会有 所以这里在讲说 其实在加强我们在 这个修行佛法的路上 我们怎么样自立 然后可以立他 为了帮助别人 当然你有些能力是很好 那比如说这里讲的这个 他心通 就是别人的感受 你与其说 他在想什么 我都知道 这样你很辛苦 因为他如果在讲你 心里头 不喜欢你 讲你的坏话 那你都知道了 多难过啊 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是福了 所以我想他心通是他的心意 或者他的感受 我可以理解 我觉得这样子的能力会更重要的 那么到宿命通 当然知道过去未来的这些 生死因缘本末 那么你知道了而不能去改善他 你也很辛苦 所以真正只有你 一步一步的把佛法 佛陀教导的都学习理解 尤其是对于缘起空性的 佛陀真正要教给我们空性的智慧 这一些你都能懂的话 测关缘起法 你彻底的会看缘起法 那个是智慧不断不断一直提升 当智慧在提升的时候 很多事情他很自然就会 好像通透一样的 会透彻的就能够知道这样子 所以还是由智慧而来 那这个漏进通就是智慧 究竟圆满了 没有其他的这些烦恼 杂然 像这样 所以到修行有一定程度的时候 自然的这种所谓事无碍制也好 六神通力也好 真的就可以如意之在 这个是其中今天我们讲到的名项 后面各位还会看到 对某些人少数人来讲 是可能比较陌生三读贪嗔痴讲过了 四神六道 六道是生命会没有解脱以前 六道生命出现的地方 这个从天人欧修罗 畜生恶鬼 你知道最苦的是地狱道 六道 那四神是这个生命出现的状态 有一些是胎生 软生 湿生 化生 像这些 那么各位只要心里头有准备了 我想就像三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不是只有对我们这些是非常熟悉 而且基本 我相信有参加佛学班在听讲课的 这个观众菩萨 这些其实都不构成障碍 我今天把它挑开来讲 只是想第一次在因为透过早安佛光 然后好像有机会可以来参加法会的人 我先帮你们做一点 这个怎么讲 克服一点心理障碍吧 那后面我想还会有一次时间 是针对名相再提一下 但是我们明天是一定要回答 我觉得有几个这个问题 那比较着急 也跟大家有相关 我们就明天继续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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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